天文学家在研究一种非常罕见的爱因斯坦十字现象时,居然撞见了教科书里不该出现的东西,一个额外的位于中央的第五幅图像。 暗场里这不该存在,所以第一反应是,我们是不是看花了眼,还是宇宙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所以,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这个多出来的影像并不是噪声,而很可能是暗物质运的指纹,也就是说,我们抓到了那团看不见,却主导宇宙结构的质量分布的新证据,顺带还打开了一扇研究暗物质分布方式的新窗。 接下来,我们会一步一步复盘,从数据怎么采,怎么验证,到模型如何搭,怎样排除错误。 最后讲清楚这件事为什么不只是多一个光点,而是可能重塑我们理解宇宙物质版图的重要线索。 这次的主角叫Hers3,离我们足足有110多亿光年,是个尘埃很重,还在热火朝天的诞生恒星的年轻星系。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早期的育婴房,热闹,混乱,却信息量巨大。 一般来说,这么遥远的星系就像夜色里的一根针,光又弱,又被尘埃遮挡。 望远镜很难看清细节,更别提测量里面的气体流动或恒星分布了。 可偏偏这次,Hers3的光正好从前面一群星系后方掠过,它们的总引力像一枚天然放大镜。 不仅把背景的光放大,还把影像拉扯,切分成多份,让我们在地球上看到了复制的多个图像。 当几何位置和质量分布恰到好处时,就会形成爱因斯坦十字。 一个远处的星系,被透进星体的引力弯曲成四个对称的小光点,像在镜头周围钉下四颗钉子,漂亮又规整。 这类系统不常见,但原理清楚,模型成熟。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它既能放大远处微弱的目标,又能借影像的形状和亮度,来反推前景物体的质量分布等于一石二鸟。 事情的转折就发生在皮埃尔·考克斯。 查看法国NOMA设定干涉阵列的数据时,屏幕上出现的结构看起来就像教科书里的。 标准爱因斯坦十字,一切都很正常。 可再仔细一看,它发现四个脚上的光点没问题,中心位置却多出一个小亮斑。 这就稀奇了,按常规模型那里应该是按的。 团队第一反应很谨慎,会不会是仪器出毛病了? 比如数据处理的副产物,阵列配置的小瑕疵。 毕竟这类高灵敏度观测最怕假信号。 这种怀疑并非多虑。 设电干涉阵列站点多,链路复杂。 从电子学到校准流程,每个环节都可能引入围影。 工程师们对此再熟悉不过,可他们把数据重跑,校准表重新核对。 连观测间的系统误差也复查了一遍。 那个中心亮点仍旧纹丝不动地待在原位。 不像故障,更像真实信号。 于是团队决定二次求证。 把目光投向智力高原上的奥马阵列。 不同设备,不同地点,不同管线。 如果还能看到同样的结构,那就相当有分量。 结果一锤定音,奥马也看到了相同的图样。 HERS三倍分成了五个影像。 四周一个环,中心还真有一个。 这在透镜界可不常见。 属于让人坐直了身子的那种发现。 因为它直接冲撞了。 我们对经典爱因斯坦十字的预期,按标准几何与质量分布。 爱因斯坦十字应当呈现四项线格局。 就是四幅,不多也不少,多一个就不对。 少一个,那更说明哪出了问题。 可这次却偏偏多了一个。 特别是中心位置,理论上是光学死角。 没有额外的质量扰动。 光线不会在那里重新汇聚成亮点。 罗格斯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查尔斯基顿也强调。 像在中心点亮那一束光,要么透镜质量分布有异常, 要么就有我们没算进去的额外引力来源。 团队做了光谱指纹比对,发现五个影像的光谱特征一致, 来自同一背景星系。 这等于告诉我们,第五个不是杂波,是同一个天体的真实分身。 问题来了,靠前景里那四个看得见的星系, 加起来的引力还不够把中心点亮。 算半天,账就是对不上。 想要让模型说得通,就必须加入额外的引力来源。 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看不见却能施加引力的暗物质。 为此,研究团队搭建了高精度的透镜质量分布模型, 用计算机反复求解光线被弯折的路径。 力求把每个影响因素都纳入。 他们先把四个可见星系的,天曲坐标,形状参数录入, 再根据亮度和已知的质量光度关系。 估算各自的质量,尽量做到能算的都算上。 模型一跑出来,答案就摆在眼前。 仅凭可见物质,模拟出来的影像最多是四个。 中心永远点不亮,和观测差了,关键一口气。 他们还尝试微调。 改椭圆布,换轻角,挪位置。 甚至考虑潮汐影响,依然无济于事。 四变五,怎么推都推不出来。 结论很直接,如果只允许看得见的东西上场, 物理规律就不许中心再冒出一个影像。 于是,研究团队让模型升级, 加入一个分布在星系群周围的不可见质量。 暗物质运,看看会发生什么。 一加进去,奇迹出现了。 模拟的影像数量,位置和亮度比对观测, 几乎对上号,尤其是那个中心亮点。 在有暗物质运的情况下,会自然而然被抬出来。 亮度与放大倍数都落在望远镜实际看到的范围内。 这意味着我们不只是间接猜暗物质存在, 而是拿到了在星系群这个尺度上。 暗物质如何影响光线路径的直接证据? 我们早知道暗物质占宇宙物质的大头。 可它在星系,星系群这种中小尺度里, 到底怎么分布,是否均匀? 一只侧不准,这次等于多了把尺子。 HIRS3这个系统因此成了一个难得的标本。 结构清晰,数据扎实。 适合拿来精细对比各种宇宙学模型。 而且,它把我们顺势抛向更深一层的追稳。 首先,暗物质到底该长什么样的分布? 是像雾气一样平滑铺开, 形成一个顺手好用的光运? 还是内部有团块,有致密核心? 像葡萄串一样咯咯答答? 对透镜效应产生更强烈的局部影响。 这次的第五图像提示我们, 暗物质浓度只要稍有变化, 就能显著改写影像的数量和亮度分布。 其次,这给检验宇宙学模型提供了新把标。 标准的冷暗物质Lambda CDM, 框架早就预演。 星系及星系群周围会有大好光运, 还会有子结构。 可只有面对这种多一个影像的异常, 我们才能细抠那些形成与演化的细节, 看看模型是否需要修订或精条。 第三,它还能帮助我们看清更远的宇宙。 借着透镜这把放大镜, 我们能前所未有的解析。 HIRS3的恒星形成速率, 气体喷流与落露, 以及尘埃分布核盘结构, 比常规观测清楚多了。 第四,这还是一次方法学层面的升级。 它提醒我们, 引力透镜不只是看得更远的工具, 还是摸清前景质量分布的探针。 当不可见的暗物质在前景搅动光路时, 影像的形状和数量会替我们说话, 这就成了一台间接但敏感的暗物质探测器。 换句话说, 书上的暗物质光运不是概念图, 而是能被数据抓到边角的真实存在, 而且可被定量地刻画。 质量有多大, 边界多抖, 内部是否有团块, 都能从透镜信号里抠出来。 所以, 这个不同寻常的十字, 并不是只拿来好看的天文照片, 它背后是扎扎实实的物理学。 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 可反复检验的实验场, 让我们对暗物质的刻画更细, 更准。 这是大多数透镜系统做不到的。 研究者只要量出每个影像的, 精确坐标, 亮度比和时间研制, 就能反推透镜群里。 质量的总量, 集中程度以及子结构分布。 更重要的是, 团队没有停在解释层面, 还大胆给出了 后续可被新观测验证的预测。 比如, 随着分辨率提升, 我们应该能在放大的HIRS三影像里, 看到被拉长的气体外流结构, 乃至分子谱线的细节变化。 一旦这些特征被真正拍到, 就等于在暗物质光运模型上, 盖了实测认证的章。 反之, 如果观测不买账, 那也同样有价值。 说明暗物质分布更复杂, 或者背景星际本身有我们没想到的动力学细节, 这其实就是天文学前进的日常。 先被意外办一下, 再用更好的数据和模型去把这块石头翻个底朝天。 每一次不合常理的结果, 都会逼着我们校正假设, 完善方法。 最终让宇宙如何运作的那幅蓝图更清晰一分。 接下来, 更强的眼睛和尺子会把这项研究推得更深。 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能在红白波段穿透尘埃, 为我们拆解HIRTH3的, 恒星族群年龄, 尘埃几何与加热机制。 而智力的极大望远镜, ILT, 则可以做高分辨率光谱, 把前景透进星际里, 气体和恒星的运动图谱, 量得更细。 反过来约束质量分布, 再加上即将或正在进行的广域训练, 会不断给我们送来新的候选样本。 丰富统计量, 不再靠个理猜天象。 样本一多, 我们就能判断, 这次的第五图像到底是孤立奇葩, 还是暗物质分布的普遍现象。 一旦发现更多类似系统, 我们就能把这些异常按尺度排成序, 从单星系到星系群, 再到星系团, 看暗物质在不同层级怎么摆震, 放到更大的图景里, 引力透镜即是望远镜的增倍镜, 也是宇宙暗骨架的X光片, 两头都能用。 而每一次像这样多一个影像的异常, 都会再次提醒我们, 暗物质光运不是配角, 而是宇宙演化的主干力量之一。 更难得的是, 这是一次国际协作的胜利。 NOMA和ALMA的联手, 让一个起初向设备问题的可疑信号, 变成了窥见暗物质分布的清晰窗口。 这个第五影像, 把一个让人挠头的谜团, 硬生生转化成了支持暗物质作用的直接证据。 而这样的进展, 都会让我们离看清宇宙看不见的骨架更进一步, 地图越来越完整。 如果你也对这些来自百亿光年外的线索上头, 想继续刨根问底, 别走开, 记得订阅关注, 我们会把复杂的前沿发现, 继续讲成你一听就懂, 还想听下去的故事。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愿你我都能在群星之间, 越看越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